疫情解禁后 人们沉浸在法国尼斯狂欢节的自由之中 今年的主题是动物之王 其中花车游行表演最受瞩目 法国尼斯狂欢节是当今历史最悠久 规模最大的狂欢节之一 在持续两周的活动中 尼斯的各种盛大活动让人们目不挟接 包括艺术表演 踩车游行 音乐会烟火等 其中最受欢迎的活动之一就是鲜花大战了 今年的主题是动物之王 盛大的踩车表演就围绕着这个主题展开 16辆花车 每一辆都围绕着一个主题进行装饰 有凶猛的老鹰 勤劳的蜜蜂 俏皮的北极熊 以及可爱的绵羊等等 车上堆满了大约3000朵鲜花 有的色调统一 有的色彩绚丽 比如小黄鸭车队 车上就堆满了各种黄色的鲜花 而水牛车队的鲜花 看上去则彩色缤纷 与此同时 每一辆花车上都站着一位 如同花仙子般的美丽姑娘 她们穿着精心设计的服饰 手拿鲜花 向着观众挥动 并时不时地将鲜花抛向观众 引来阵阵欢呼 其实不仅是每一辆花车都有不同的设计 开到的乐队和棋手也都精心打扮过 与每一辆花车所展现的内容相呼应 来看看花豹车队和她的仪仗队 是不是气势逼人 一般认为 狂欢节起源于中世纪天主教徒 在复活节斋戒前大吃大喝 尽情玩乐的活动 法国尼斯的狂欢节已有100多年的历史了 每年都会吸引超过20万观众前来观赏